新冠肺炎疫情在吉达州西瓦干加感染群扩散 情况不乐观 卫生部下午通报截至8月7号中午12点 全国再增加25宗确诊病例 当中的16宗本土感染病例就有12宗 源自于西瓦干加 这批本土感染病例涉及15名本地人和一名外籍人士 玻璃市占10宗吉达 槟城各1宗 随着新病例增加 我国累计的确诊数据攀升到9063例 活跃病例则回升到三位数的水平 写下210例 过去的24小时没有出现死亡个案 数据维持在125例 有15人康复出院 最新的痊愈总数是8728人 占总确诊病例的96.3% 吉达西瓦干加 新冠肺炎感染群扩散到玻璃市 周大臣 纳杜斯利 阿斯兰星期五证持 双弄区一家11口确认感染病毒 患者包括老年人和3岁的小孩 而传播的源头相信是西瓦干加感染群的其中一名患者 玻璃市州政府已经向国家安全理事会提出 在当地两座甘榜实施针对性加线管制 防疫措施全面升级 随着双弄区出现疫情 波州境内累计的确诊病例迅速攀升到30宗 到目前为止 卫生部已经指示560名居住在甘榜刮拉双弄 以及312名来自甘榜丹纳点部的居民进行病毒检测 同时追踪相关的接触者 周大臣 阿斯兰敦促周遭的居民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严格的加线管制 由于受感染的包括一对夫妻以及多名子女 其中3名年龄建于11到16岁的患者 分别在双弄国小和双弄国中就读 因此州教育局将会根据情况演变 调整学校的安全作业程序 至于是否停课 还有待国安会以及教育部宣布详情 波州拉热端姑塞希拉鲁丁也预令 双弄区十字港俄山治共12所清真寺 即日起暂时关闭 与此同时 嘉阳端姑法侠医院 今天下午在官方面子书贴文 禁止民众到医院探病 除非是紧急事件或非常情况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我们下午在公园下的详综合 就好